其实您一直都很喜欢挑战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董长您除了吃之外 个人的健康保养 我想你应该有一套运动的课表吧 每一天 我没有每天运动 但是我每个礼拜一定有一天运动 就是我礼拜六早上教书 礼拜六下午到我的运动中心运动 我大概会有一个小时在玩棒球 到现在还是一样 一样就是我会投球 投二三十分钟 然后打击大概打个一百二十球 您从几岁开始就爱上这一项运动 棒球 有记忆以来 有记忆以来 家人给你的一些启发吗 家人没有 我父亲他也不打棒球 为什么您这么热爱棒球 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小孩子 然后就是用报纸折一个变成手套 然后那个小皮球 然后拿一个小棍子就这样打 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就这样玩 那棒球其实在 其实在 你看我小的时候就代表民国 四十七八年开始我就玩棒球 那时候没有 哪有手套 那时候资源没有这么多 没有资源这么多 但是大家就是一样嘛 就像那个 卡球的样子 大家踢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没有踢足球 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打棒球跟玩篮球 但是棒球是您的最爱 棒球是我最爱 所以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是 有棒球比赛一定去看 但是我们公司重阅 在2011年的时候 也成立了棒球队 对 曾经在那个时期 你很想要让我们公司的球队 也可以进军职棒 职棒 对 但后来为什么您转念 转念当然是一方面 我认为我们现在职棒的环境 第一个并不欢迎新的球队加入 然后新的球队加入 虽然很多的好朋友 很多的这个长官跟我讲说 叫我加入职棒 我也曾经讲过 说我想要加入职棒 我是有那个热忱 但是他当初的 就是对新的职棒 就是说我要先缴了两亿五千万 我还不能够比赛 先设了一个很高门槛 这个我就觉得说 我们这种小公司玩不起 就是你先两亿五千万给人家 然后还不能够比赛 就没有收入 这个是蛮离谱的事情 那我说 其实这种 不是那么高明的说法 说不要紧 但有一家 如果他撑不下去 我两亿五千万 就可以买一个球队 再来打就好 但是我总觉得说 这样子不太好 我真正的希望是说 我虽然在家族的球队 我最近因为接了这个甲祖 企业联盟的这个会长 我有一个目标 我就希望台湾的甲祖球队 台湾甲祖球队 就是一个社会球队 还有城市球队 还有大学甲祖 我们希望 这个社会球队跟这个城市球队 能够有16队 因为我们现在大学甲祖有16队 让这个企业来认养大学 每一所甲祖的 都认养大学 来培养这些人才 那我希望2028年 洛杉矶奥运会 棒球恢复到比赛项目的时候 中华民国台湾的棒球队 可以打前三名 我不要讲说拿冠军 拿冠军是我心里面的一个 永远的梦 永远的目标 我认为中华民国的棒球 在奥运曾经拿过银牌 我们如果能够拿金牌 是我们一辈子的荣耀 因为它是一个 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的项目 都喜欢的项目 那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台湾 我如果组一个职棒队 那好像 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荣耀吧 国内吧 公司吧 国内 你如果不是拿冠军 我们一上去可能要打三年的 这个最后一名 那我的员工可能就 就认为说老板你打个打他 对不对 你怎么会这样 把羞耻夹在我们的身上 说要组一个人的 我刚才这个不行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棒球队 20280 我如果能打净什么 这是要需要大家的努力 方法我都有 这个是我将来要跟教育部 跟我们国家的主管单位 好好的谈 给我一些预算 我应该可以做得到 透过企业 透过这个学校 然后把这些好的球员 我们让他一起训练 我相信六年的准备 应该可以敲下这个轴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郭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 不管是在您的本业 半导体产业上面 或是说大健康事业 甚至是您的梦想 棒球梦 接下来您都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那我们也祝福你 祝福重阅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好 决策者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